美国联合荷兰、日本盟友 大规模禁止14到16奈米以下的DEV设备 禁售中国半导体厂商 确实可以使用DEV重复曝光做7奈米 只是良率很低、成本很高和产量有限 华为是一家成立于1987年的中国跨国公司 由任正非创立 最初,华为主要从事电信网络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后来逐渐拓展到各个领域 包括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云计算、人工智慧等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最近亮相了它的最新手机 Mate60Pro 这款手机的亮点在于它的处理器 是由中国的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所制造的7奈米晶片 这一发展被广大公众视为中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重要进展 但真的如此吗? 制程的挑战 7奈米技术确实代表了先进的半导体制程 但制造这些晶片的过程既昂贵又复杂 科技专家徐美华提醒我们 尽管中芯已经成功制造了7奈米晶片 但大规模生产还面临诸多问题 去年就有相关消息传出可以用德尔重复曝光 做出7奈米 美国联合荷兰 日本盟友 大规模禁止14到16奈米以下的德尔设备 竟受中国半导体厂商 确实可以使用德尔重复曝光做7奈米 只是良率很低 成本很高和产量有限 政治的影响 近年来 由于中美政治紧张 华为一直面临美国的技术封锁 现在 虽然中芯成功制造了晶片 但如果此事引起美国更多的关注和制裁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市场的考验 徐美华便说道 未来华为手机真正的考验是 即使因为高成本有国家帮忙 但华为是否能够在技术 持续跟上世界脚步的情况下 每年推出新世代的手机 而且是数量足够庞大 在世界手机市场占有一席之敌 在2020年9月 华为被美国制裁后 手机销售瞬间跳水 使战率几乎灭绝 华为如果要在世界手机市场 重新扮演要决 一年出货 至少要回到一亿只起跳才算得看 前途的展望 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 华为和中芯国际的努力 都显示了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巨大潜力 只要能够解决当前的困难 这些努力将为中国的技术发展铺设道路 结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变化 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未来 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然而 他们在半导体领域的努力和境内 无疑为全球科技界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和热源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